目前是我的第二場24小時賽 那第一場也不過就是年初的台北花博超馬 當然就是因為它是選拔賽嘛 成績有到選達標準 所以入選了中華台北隊 所以有幸成為中華台北隊 就參加了這次的世界杯 也不錯就是這次世界杯是在台北 那也不用出國 那可以享受自己在主場的優勢吧 那就盡量去努力完成它 我覺得超馬的 你要把它所有的數據 跑步、配數、補給都量化 是相對跟越野相對單純許多的 你也可以比較單純的 一直在調整自己的狀況 去因應下個小時、下五個小時、下十個小時 那越野的部分 它當然它最大的樂趣就是它的位置性 你今天一個同樣一座山 在不同的季節、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氣候 它都帶於不同的觀感 所以它是有一個位置性在 那包含地形的多元等等 所以各有樂趣 我覺得說我比較跟其他的 長距離的跑友不太不一樣的是 很多人跑友是從長距離的超馬賽轉到越野 那我是比較相反的 這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既然是我們東華台北的主場 那這次世界杯呢 也在台北的大家河濱公園 那起跑時間是明天的上午 10點起跑 跑到周六後天的10點上午結束 是因為是看過一個 周五的周末到周末這樣的時間 如果說大家跑有興趣的話 不妨到大家河濱公園 為中華台北隊以及公開組的十多位好朋友來加油